就没想到会发生这样子 找到我全身边的亲密偶游 而我身边的朋友们 然后也发给我表格 然后表格也是个那样的连结 他说你没有给钱 我就把你那个全部东西发去免子书那边 免子书的Instagram和Chiccord 就那时候就发出去给我身边朋友看咯 他要你,他勒索你多少钱 刚才是10千左右 他要10千,马币啦 马币 他是通过什么方式勒索是 在罗聊的时候还是讲message 罗聊过后有一个男的 他送一个message 有一个whatsapp,送一个message 有一个男的 就send message给你 然后就要求要你给10千 如果不给怎么办 不给啊,就把那个东西发去干嘛 就填布发在 把你的照片填布发在面子书 就我跟别朋友看咯 哦,这样咯 我跟别人家 就打了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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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就打了